奥启在天道的传道历程中,宗教信徒一直是最难度的一部分。 香港有一位战性道卿,对道时分天成,一家大小都是道卿,唯独无法度他的哥哥求道,因为他的哥哥是毛山道的传奇人。 他的哥哥学道数已经到了可以知道过去其未来发生的事,且用符睡起眼后可以看到灵界鬼神,可以直接与鬼神交谈。因此,任他弟弟说破三次。